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布罗尼亚直接进入系统档案 登陆了康复情况 审核了出院手续 那 那是完全违反小鬼的黑客行为吧 笨蛋凯亚娜无视献殷勤 一定有什么坏心眼 比如 担心考试不及格 来要求布罗尼亚补课 可恶 难得关心一下你这个小鬼 竟然被这么说 我可是怕你无聊 不 我这个坏心眼 是专门来打扰你复习的 你看 我把你游戏机都给带来了 虎 虎母大冒险 既然布罗尼亚不感兴趣 我看 我还是自己玩好了 如果凯亚娜现在走了 就是承认自己 没法突破布罗尼亚的游戏记录 小鬼 我才不会输给你呢 布罗尼亚是最强的 有必须要去完成的事 我还是自己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 女武神才能到前线对抗崩坏 如果成为地级女武神 就只能负责支援和后勤工作 再也不能随随便便上战场了 后勤 比如小卖布 我不要 那就跟我去训练场 今天也不能休息 爷爷 不要揪耳朵可以吗 以前 也和他一起来过这里 那已经不飞了 这个不游戏 为什么 有没有 这只要那都尽然 那么 我不了 不独播 那就是 这事 有什么 这事 我 有什么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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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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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 哼, 我没看错吧, 提安娜居然跑来训练, 唉, 看起来这个世界真的要完蛋了, 嗯, 提安娜的动作居然快到产生了幻影. 啊, 纪子, 你在胡说什么啊, 肯定又是喝酒喝到眼花了, 真啰嗦, 对了, 布扰尼亚的身体没什么大碍吧, 她看起来很健康, 嗯, 虽然打起, 游戏来反应变迟钝了 上次执行任务的时候 你们到底接触了什么东西 会让它变成那个样子 虽然报告把原因归结为 引擎崩坏能的影响 但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也许Bronia像游戏里的红母那样 被人操纵了吧 算了 拿这种问题认真问你 我还真是白痴 对了 平时蓝伞的机子 怎么会有空跑来训练场 喂 蓝伞这个词是专门发明出来形容你的吧 女武神怎么可以让自己的身体生锈呢 机子 你可是圣福雷雅学员的教官 也是女武神部队的少校 实力退步的话 怎么给学生做表帅 提安娜 提安娜居然也在这里 你们这么惊讶的态度 真是让人火大 我走了 机子 你应该少喝点酒 毕竟你的身体 好 好 别说这些扫兴的话了 连凯亚娜也变得这么用功 让我忍不住也想热身了 我 有必须要去完成的事 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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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有 有 有 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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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冒险在我梦里的女人吧 皮安娜 多莉莎 虽然你一直想要知道 但是对不起 我没办法告诉你齐格菲的下落 为什么 她就是为了躲避你这个灾心 才逃得远冤的 什么 到底是怎么回事 十四年前 第二律者降临在西伯利亚时 你的母亲 天命当时唯一的SG尼武神 Cecilia Shania她前去迎战 然而这场战斗中 被寄予厚望的她却落入下风 你知道为什么吗 是因为你 生下你之后 她始终没有恢复元气 最终 天命组织的那些家伙 那些家伙害怕 Cecilia失败 就往西伯利亚 发射了战术导弹 想让她和第二律者 同归于 不要 不要 不要再说下去了 可怜的齐格飞 她无法面对妻子的死 更无法面对 那个害死自己妻子的女儿 你父母一生最大的不幸 就是生下了你呀 不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你这个混蛋 竟然敢装成我最亲近的人来胡说八道 还有什么招数 尽快使出来吧 真是个要强的小姑娘 你一见我就要动手 所以我只能借用这些人的样子 才能和你好好说上话呀 不过 我说的话 可全都是真的 你别以为自己能开心的和这些人永远生活在一起 你和他们不是同类 你永远没办法融入他们 但是在我这里 你的一切愿望都能得到满足 你能获得所有人的认可 成为S级名武神 不 那种力量太微不足道了 那时候 你的力量 将超乎想象 给我闭嘴 骗子 嗯 真遗憾 天又要亮了 不过没关系 我们迟早会再见的 你在发什么带呢 妈 胜利是必然的嘛 怎么 有什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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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